最近几个月马蜂遮人的事件是频频的发生 前不久陕西的几名攀岩的爱好者在攀岩的时候 却招惹马蜂 还把一个马蜂窝给摘了下来 这打这个真是太大了 马蜂窝 这比人头还大的马蜂窝怎么被装进塑料袋子里了 里面的马蜂还在嗡嗡作响 难不成是消防队员刚刚摘下来的 看看这几个小伙的装扮也不像消防队员 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几个是攀岩爱好者 这个马蜂窝是在秦岭大狱的一个峭壁上摘下的 几周前有个朋友去了被马蜂给遮伤了 最近想着天气凉我们就再去这个地方 如果看马蜂活动不太频繁的话 我们想着攀岩顺便就把这个蜂窝给摘了 马蜂挡道还遮伤最有 大伙一合计就打算把这骇人的马蜂窝给摘了去 可马蜂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我们看见这个马蜂窝距离地面大概有十米 好在就是我们这个经常爬的攀岩线路上 可以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我们做好了自己的全副武装 把自己包好之后就爬上去 看到这个马蜂窝那个窝口上 有一只马蜂在那儿爬着 由于这个天气比较冷 这个马蜂不太活跃了 我们拿塑料袋把它口堵住之后 然后拿一个大塑料袋把它整个包住 然后就完整的就把这个马蜂窝摘下来了 攀岩这活看着都惊险 更别说在岩壁上摘掉马蜂窝了 现在这哥仨回想起来 还是有些后怕